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高法林 欢迎收看法林追问第58期 准备这期节目时读到了新闻 2月10号下午 习近平在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陪同下 到北京基层视察疫情防控状况 并视频连线湖北武汉 他来的太晚 20天前就该来 但晚来总比不来好 希望别说送去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之类的关化 别说更坚定的信心 更顽强的意志 更果断的措施之类的空话 别说坚决打印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之类的套话 而是认真研究一下古今中外抗击瘟疫的经验和教训 把厉害国的厉害真正展现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 瘟疫从来不是一位西客 自秦汉以后历朝史书都不乏大一的字眼 大一就是大型大规模的传染病了 而每一次大一都是白骨漏鱼也千里无鸡鸣 翻遍史册 每朝每代甚至每位帝王在位时都有一病爆发 有位学者说 有时会让人感到不是瘟疫伺机侵袭着中国文明 而是中国先民们在瘟疫横行的间隙中 谨小胜微的将文明书写了数千年 有位朋友在收听法林追问节目后提出了一个疑问 你说中国的瘟疫多是派生而非原发 往往跟着战乱和饥荒 但是中国历史却提供了反正 例如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相当大 死亡人数很惊人 著名的长平之战 秦国的大将白起竟然坑杀 也就是活埋了四十万赵国投降官兵 为什么没有听说随后爆发瘟疫呢 在我看来啊 大灾之后必有大意 这句俗话不算科学定论 却是普遍现象 饥荒也好 战争也好 造成大量人员在短时期中集中死亡 大量的死尸没有得到迅速及时的掩埋 大量暴露在外的腐烂尸体滋生病菌病毒 像中间宿主 老鼠啊 苍蝇啊等等 也趁机繁殖扩张 从而引起大规模瘟疫 但大灾之后必有大意 这句话在战国年间确实好像是个例外 当年战争连连不断 军队死军队和百姓死亡无数 却没有发生很大的疫情 首先我要说秦国斩杀坑杀四十万赵国投降军人 关于人数的记载恐怕有夸张 当时赵国的人口一共三百多万 不太可能蒸发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去对抗秦国 当然就算是夸张了三倍五倍十倍 实际被坑杀的人数也还是非常惊人 为什么没有爆发瘟疫呢 首先 湖北出土的秦代竹简呢 记载了早在战国时期制度就比较健全 有了足迹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法规 凡是来秦国入城的外来人口入城 其乘车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 一旦出现了短时间内大规模集中死亡这样的事 只要有能力就会尽快采用深埋和土层过滤 处理污水的办法处理尸体 没有能力尽快处理尸体的 就会动员和组织军队和平民疏散 避开死亡人数集中地区 古人注重阴阳相隔 会将死者及时掩埋 而且生活区生产区墓葬区严格分离 人们的活动区域通常是远离墓葬区 像我当时出来美国 常常很惊讶美国的公墓就在城里头 甚至比邻闹市 在中国往往把墓园呢 看成不吉利的地方 设在远远的设得很远 远离尘销 另一个原因呢 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的瘟疫 多是后来的外来的 战国时期啊 基本上没有传入我国 例如鼠疫是汉朝以后 匈奴人传入中原 霍乱来自西域 天花 麻疹 腥红热 都源自于东南亚 战国时期呢 这些地区与中原还很少联系 梅毒 艾滋病等等 更是近几个世纪才从国外传来 战国时更不可能有 战国时代流行的原生病毒传染疫病 在同样环境中的生物 包括人 都有了一定的适应性抗体 不像后世 面对外来病毒完全没有抵抗力 才实事就空 失衡遍野 还有一个原因 是当时人口与今天比起来 并不太密集 疫病的流行 除了病源之外 要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 例如水痘病毒的生存 要求聚落人类在几十人以上 炮疹病毒要求在2000人以上 而麻疹病毒甚至需要50万人以上 像今天武汉这样的大城市 人口数百万上千万 在战国时期那是不可想象的 农村人烟稀少 那不说他 所谓城也都是一些有土围子的镇子 即使真有疫病发生 有条件逃出百里的人 屈之可数 而这个瘟疫区里面的人呢 基本上就是自生自灭 无法形成大规模严重的疫情 上面说的这几条啊 我觉得大体上就能够解释 战国时大乱之后不一定有大意 但是社会越到后面就越复杂了 上面所说的条件呢 也都逐步的改变 甚至消失 不过 中国人至少有一条 比中世纪的西方做的要好 那就是从战国到秦朝 人们都已经知道用隔离的方法 切断传染源 控制疫情蔓延 根据1975年在湖北云木县睡虎地 秦代的墓中出土的竹简记载 如果发现了修筑长城 和为宗庙砍柴的牢役 患上了麻风病 就要实行强制隔离 秦代的隔离营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场所 不过 他并不是治病救人 病人送进来 要么被投入水中淹死 要么被活埋 汉代传染病患者的待遇 要比秦代好很多 汉书《平地记》记载 西汉原始二年 就是公元的二年 天下遭受汉灾和蝗灾 民间瘟疫流行 汉平地下朝 下朝将患者隔离在空置的府地 就是房子或者客店中 并提供医药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 对传染病患者实行隔离 更成为当时社会上的常态 研究中国瘟疫史和抗疫史的学者 往往以唐朝为分界线 唐朝以来的情况 我们今后有时间再说 这次主要讨论唐朝以前 中国的瘟疫大多与战争相伴 确实就是普遍现象 不仅在战后 而且就在战争中 像秦朝征岭南 西汉平南越 军中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 淮南子这本书 他记载秦军南下时 浮尸流血数十万 这个原因除了百越 百越明风尚武 顽强抵抗秦军之外 疫病瘟疫横行 大幅度的降低了秦军的战斗力 也是重要原因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这句俗话的英国恋 反过来也成立了 大疫之后必有大灾 或者说大疫之后必有大乱 瘟疫得不到控制酿成大灾 改变社会治理的成效 改变战争胜负的结果 甚至最终改变王朝的命运 我想这也正是今天中国掌权的共产党 最心惊肉跳的噩梦 从先秦到汉朝到三国到魏晋南北朝 都把瘟疫看成是社会安定的大敌 除了及时的隔离之外 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更带根本性的措施 秦汉以前 下令保护环境资源和环境卫生 对山林 湖泊 田野等自然资源 以立法的形式 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 而下令不得节责而渝 古人认为 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 会导致传染病的流行和爆发 所以他们颁布了 非石烧田野者 赤五石 就说如果不是正当石令 你去把田野上放火烧的话 那么就要鞭打五石 战顾山野皮胡之利者 战六石 就说这个打得更厉害了 就要打六石 用杖 用木棍子打六石 相传周公以大雨的名义下禁令 春天三月 不得带斧头进山林砍伐 以利草木生长 夏季三月呢 不得带鱼往下河下湖 以利鱼鳖生长 对照一下今天呢 我觉得很感慨 我们常说一句话嘛 想祖宗福造子孙孽 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 到邓小平时代 一切围绕GDP的发展 这个数字 围绕这个数字 就是不停的毁林造田 围湖造田 不断的造成环境大破坏 也就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 韩非子中间还有一句话 因之法 弃灰与公道者断其手 就说如果你把这个灰倒在公路上 就要砍手 这就是为了禁止向街道倾倒垃圾 用重型惩治破坏环境的行为 比起欧洲在一千多年以后 还从窗户朝外面街道上 倒屎倒尿 那是文明多了 不过在现代中国 我亲眼看到过垃圾围城的可怕奇观 尤其是小城镇 这就是放大了的气灰与公道 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大倒退 中国古代当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 国家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 例如减免赋税 减轻摇抑 发放震灾的救济粮款 对死伤损失较大的家庭 还要给予特殊的补助 老年人妇女儿童往往就补贴的更多一些 在重大的灾害发生时 国家还要颁布大设令 对严重犯罪者减轻刑罚 一般犯罪者甚至可以免罚 这就是让劳动力回到生产领域的措施 同时国家要停止一些重大工程 以减轻民众负担 不过古代中国还是专制社会 尽管国家有着相当成熟的法律制度 官吏的腐败还是绝症 好的法律措施未必就能处处得到认真执行 唐官吴立往往利用自然灾害 谋取私利 发国难财 使本来应当 限制在很小范围的灾害 扩大成为全局性的重大灾害 东汉末年 连续发生大规模的瘟疫 死亡人数无从统计 据后汉书记载 尤其是以公元182年的瘟疫最严重 执政者认识到预防瘟疫很重要 但是也很不够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疾病的治疗和救济 你不主动救治 就有人要来当救世主 当时张角三兄弟利用疫病的流行建立太平道 用咒服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毁过 这样聚集起信徒数十万人 喊出了苍天当死 黄天当立 遂在甲子 天下大吉 这样的口号 甲子 遂在甲子 这个甲子就是公元184年 他们劫竿而起 中原地区泄入大乱 最终导致了汉王朝的覆灭 魏晋时期也曾发生因瘟疫而废潮 所谓废潮 就国家机器停摆了 如晋书五帝记 记载说 咸宁元年 也就是公元275年 12月大义 洛阳死者大半 第二年元月 不得不以疾疫废潮 就是以疾病和瘟疫废潮 因传染病流行 而朝廷停止办公 东晋永和末年 也就是公元四世纪中期 瘟疫流行 当时有这么一条规定 朝廷官员家中 有三人以上感染流行疾病 即使官员本人没有发病 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 因为他可能是病毒携带者 或者正处在潜伏期 所以这段时间 他就不能进攻 结果 当时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 几乎没人能进攻 隔离当然是对的 但是隔离造成了社会生活 大停摆也是事实 瘟疫严重影响政治和军事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 是历史上少有的 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也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 可以说就是这场战役 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 罗冠中所写的三国演义 对此 对这一仗是浓墨重彩 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 详细铺陈 重心是落在诸葛亮身上 他设战群儒 他草船借剑 他借东风 火烧连营 反奸计 苦肉计 连环计 这是三国演义中 最具光彩的篇章 也给中国文化增添了 丰富的内容 那么历史上 赤壁之战真的是这样吗 曹操所率的20万大军 号称80万 要想一统中国 经被吴国和蜀国 三万军队所打败 这个是史实 但是在三国志等真正的历史书上 从未见曹操被火攻打得大败的 从小说和影视的角度来讲 来说呢 火攻很精彩 很好看 从历史来说呢 却不靠谱 其实啊 曹军大败的罪魁祸首 是他们军队内部的瘟疫 三国志的魏书 吴书鼠书 以及其后的资质通建 记载都是一致的 曹军流行瘟疫 而且是大疫 死疫 三国志魏书 五帝记 五帝就是 就是这个曹操了 五帝记在这一章中啊 就记载 功制赤壁 军中大疫 力士多死者 力士就是官吏和士兵 多死者来引军还 就是他不得不把军队啊 带回去 就看不出周瑜有火烧赤壁的影子 从赤壁之战之后 曹操写给这个吴国的 吴国的统治者孙权的信中 也得到论证 他说啊 习赤壁之意 遭离义气 烧船自还 已避恶地 非周瑜水军所能亦错也 他当时他就他就说 赤壁之战的话呢 是因为我 因为我遭遇了瘟疫 所以烧船自己退走了 一避开你们这个恶地 并非是周瑜的水军 所能阻挡的 所以呢 归根到底是曹军的疾病流行 严重了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不得不烧船自退 三国志周瑜传中间 也有一个旁证 他就说 曹军不习水土 必生疾病 史学家带倾向性的共识 是就是这个赤壁之战期间的瘟疫 不是其他的病 应该就是血腥虫病 赤壁一带 历史上是云梦大泽 早在赤壁之战之前的三百多年 赤壁一带就有血腥虫病广泛流行 这可以从湖北江陵县出土的西汉南施 体内发现的血腥虫卵得到验证 达官贵人都也感染上了血腥虫病 可见其流行之广 至今这里仍然是全国血腥虫灾区 曹军呢 正好驻扎在洪湖荆州这一带 那么 那么染病的机会就更多 那么一江之阁的吴国将士 为什么不发生大规模的急性血腥虫病呢 血腥虫病是通过丁罗 传播的地方性传染病 为南方特有 吴军将士从小在疫区生活 不少人自幼就感染上了血腥虫病 从小就有 体内有较强的免疫力 不容易再次感染 即使是再感染 一般也是慢性发作 对战斗力的损害较小 而曹军将士不一样了 他们都是北方人 来自非血腥虫病疫区 因为抵抗力弱 很容易感染 而且一感染就成急性发作 危害十分严重 死亡率也很高 三国志中 屡屡提到曹军在赤壁之战前 就大义 力士多死者 不惜水土 必生疾病 军众已有疾病 等等等等 这些论述 这些表述 在这个书里面屡屡提到 而周瑜也正是因此更加坚定了聚曹的决心 和信心 可见当时 瘟疫与战争的半生关系不仅常见 而且为兵家所熟知 在赤壁之战之后的16年 曹操死后两年 公元222年的冬天呢 他的儿子曹丕派下后上围攻江陵 把江陵城围的水泄不通 工程的地道都已经挖好 几乎是唾手可得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 江陵城里发生了瘟疫 曹丕得知消息后 害怕传染 被迫撤军 今天武汉的新冠病肺炎 这么严重紧急 疫区的民众水深火热 为什么我们还要翻固执堆 来讲这些成骨子烂枝吗 就是我就是感觉啊 就是因为了解了这些 以史为鉴可以知心替 我们对现实的公共健康危机 和潜在的政治治理 社会治理危机 就会多侧面多层面的 加深理解 对中共当权者的思路 他们的短板 他们的措施和功效 也会更加动若光火 这次节目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收听 再见